诺依真的是一个自在流量的男孩子,每次不出现则疑,一出现就是必要占据大家的目光。 当年参加爸爸去哪儿的时候,几乎每一期播出诺依都会上热搜,而在爸爸去哪儿结束之后,刘夜晒一次诺依,诺依也会上一次热搜,之前刘夜晒诺依是平唱歌,真理一下子就引起了无数人的围观,诺依喊卖直接热搜第一,大家都在夸诺依变帅的颜值越来越高了,至于喊卖喊得好不好,哈哈我们就当作看不见吧。 不过刘夜这么不给儿子留面子,以后诺依长大,那可真的会后悔死吧,而最近诺依的妈妈安娜则在网上,删除了一份诺依的歌单,一下子又被网友催上了热搜,而这次热搜的原因,则是诺依歌单的名字。 诺依歌单里的歌,其实都还好,外国歌曲国内歌曲混杂,高雅的大众的它都听,也是真的不挑,而诺依歌单的名字就真的搞笑了。 叫做男人要坚强,哈哈哈哈,这个名字真的很搞笑了,特别是配上诺依现在的年纪还有模样,真的有种莫名的违和感。 大家都纷纷吐槽,说诺依到底经历了什么,在现在这样的年纪就会打出这样一句话了,还写成了歌单的名字。 不过这个时候,大家都严重怀疑刘血,毕竟这么喜欢搞怪,这个歌单的名字,知不定,就是刘也穿成自己儿子写上去的呢。 不过诺依这个歌单真的太有趣了,为何但是又让人相信这还真的就是诺依歌单的名字。 B,竟是曾经和观音菩萨聊天的孩子,在小小年纪就有男人要坚强这样的思考感觉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 网友则调塔说诺依真的不容易,小小年纪就承担了这个年纪,不该有的涉气和压力。 是不是刘也在背后找你谈话了,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感慨。 不过因为一个歌单的名字上了热搜第一,诺依的热度是真的很高了。 想想多少明星想用钱买热搜有的时候,都买不到热搜第一呢。 诺依只要一出现分分钟,就是热搜第一的节奏。 如果出道当明星,绝对是颜值秒杀一切的顶级流量,估计实力不俗,很有他爹的灵气。 不过可惜啊,看看诺依这几年的生活,很明显就没有想要当明星的感觉。 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,也是对日乐圈无感。 但诺依真的是少有的国民度高颜值,高路人员高综艺赶强的新二代了,当明星绝对备受关注。